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严将军 能行吗 小的替您寻辆车来吧 费什么饭 水点酒算得了什么 四国 慢走 四国 慢走 大爷 您来了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大人吗 你是谁 怎么认识我呀 看您说的 如今长安城里谁不认识您 皇上的大功臣吗 还愣着干什么 快送严大人回府 严大人你可要坐稳呢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这重要吗 严大人以英雄孤胆 如今一个陌生人送您回府 您害怕吗 我的天哪 出使一趟东欧满眼望去 了不得了 念妇美女就争着要送你回家了 严大人 你的书生气真讨人喜欢 如今你替皇上拔了头筹 自然从今以后荣华富贵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告诉你 这次还真亏了本人 东宫老太太一高兴 把虎福都交给皇上了 虎福啊 因为我严重皇上从此如展翅飞鹰 可疑 熊飞鹰 可疑 熊飞了 李将军 我说魏大人 你也太兴急了点儿吧 陛下白天才让你统领齐文君 这晚上也不打招呼 就来查事儿来了 怎么 跳出什么毛病了吗 李将军误会了 北江 我只是想熟悉一下岗位而已 要知道 要想统领军事 光靠裙带关系可不行啊 不是我一老卖老 像你这样半路杀出的军人 看看城门还可以 若是领兵打仗啊 那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 领旗一展 身先受死 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啊 我也看出来了 你呀 就在这儿替咱皇上 好好看这城门吧 我李广 到时候还得领着将士们 与那匈奴打仗去 我跟你说 这城门啊 就交给你管了 对不起 我呀 要回去打庭去喽 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这是在哪儿啊 瞧眼大人说的 难道还会有人把你绑架 骗到这儿吗 啊 啊 本官想起了 昨晚 在酒楼外 是你邀我搭的车 哈 颜大人真是好酒品呢 喝多了点 一上车 可不就拉拉扯扯的 啊 你们这些男人呢 也就是在外面体面 看你把我弄的 颜大人快起来吧 要不然我也起不了床啊 对不起啊 怕是五安侯 马上就要来了 五安侯 国舅填坟呢 难道你不知道 本公主 是五安侯的情人 公主 你 呦 颜大人 你最好看看清楚 你当这是窑子呢 这可是淮南王的官邸 五安侯到 还发什么愣啊 想留下来和五安侯会会 啊 不 好 颜大人 快点儿 小宝贝儿 好 今天方便了吧 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想你了 嗯 嗯 嗯 你在干什么呀 什么味道 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 现在头还疼呢 喝酒了啊 啊 嘿嘿嘿 新玩意儿来了 钟南山腥松的丹药 这比你爹练的那个厉害 能让你飘到云上啊 嗯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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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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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你疼死我了 下去下去 嗯 也是巴掌高的灯台 只照了人家照不到自己 哎呦 从今往后啊 我就不见所有的朝臣了 那 你说咱们 这一天的时间 可怎么打发呀 那还不简单 让皇太后 逗太主 皇后 一块儿 来陪您聊天 搏钱 嗯 多过来 嗯 那不请卫子夫又不合适 请了 我这心里又不舒服 你怎么想那么多呀 你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贵 这样吧 你呀 你去把魏齐侯给我请来 咱们窦家的人自个儿说说话 我也冷落他多时了 啊 李大人 听说前方战事不立 皇上也不招咱们商讨议论 哎呀 陛下 现在使内阁为多余也 哎 这也好 咱们哪 可以独善其身 勉勉地替别人背黑锅 御师大夫 你好像又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啊 让皇上忙活去吧 太皇太后那里 即将收到淮南王的一个赏书 赏书 什么赏书 此事也只有由淮南王做最合适 淮南王要赏书太皇太后反对用兵敏月 老太太还会管 嗯 我想只怕是 他老人家也不想说话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 平山 谢皇上 朕招诸位来依旧是一南方战事 自东欧国内迁 敏月王落影趁虚而入侵吞了东欧国土 其贪欲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相反进一步在膨胀 现在南越国王赵驼去世 敏月王用徽兵南下攻击南越国境 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 这里有赵驼之孙赵虎写给朝廷的求救信 朕已决定 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 从惠吉郡出发 臣遵旨 派遣大行令王辉出豫章南下 解灭南方之患 臣遵命 诸位 水有异议吗 那好吧 就这么定了 从目前的形势看 到处人心思辨 这样的形势 很有可能 预示着兵当大棋 天下将要大乱 大人 父王 你是不是还下不了决心呢 如果你仍然心存疑虑 那孩儿就请您做了 你打算做什么 我 我要治军械 击金谷 招募赶死之事 一旦朝廷有变 我们就骑兵进京 当年七国诸侯和兵共进 都未能成事 我一个小小的淮南国 又怎么能对朝廷宣战 刘弊乃一蠢夫 怎可与父王相比 父王一部淮南王叔 天下人谁不佩服 就因为如此 所以皇上使寡人为眼中钉 稍有动静 父王 那父王您更得早做准备 寡人是重信天乡的 今日 既然上天也有这样的启示 寡人也不敢唯武天意 所谓石虎石不再来 好吧 你呢秘密地做些准备也好 好 千万要保密 我们主公的方向 还是要放在朝廷的内部 好 所谓虎从风势 龙杖水灵啊 我看你卫其侯也是功于谋国 拙于谋身哪 混到如今还是两袖钦风 无所事事 别动我的虫子 好 好 你让我失望啊 这也是 没有奈何的事 实怪我没有那个采具啊 你卫其侯做过大将军 又做过大丞相 不能说没有采具 我看你啊 是心气太高 拙力不群哪 只儿不太明白太皇太后的意思 等我死了你就明白了 这几年 咱窦家的人 谁心里头 不再抱怨我这个瞎老太太 欲喝难甜哪 只儿万没有这种想法 你没有别人有啊 你叔叔朝廷上下 吃俸禄的窦家人 几百个都不止 可有谁知道西福的呀 没有一个 我呀 是没有力气再管了 可是窦家也不能就这样败了 你呀 我要你替我把窦家管起来 你是窦家的人 再清高也清高不起来了 太皇太后 你老人家的意思是 我要你呀 做好准备 准备出山 咱窦家不能像一盘子 人散沙 臣参见太皇太后 什么事啊 淮南王刘安 紧急差人送了一个奏折 我不是说了吗 从今天起 老身不看奏章 都送给皇上吧 此事关系重大 所以 卫其侯 臣在 你去看看 淮南王想说下什么 这是淮南王刘安的一封劝诫书 他反对朝廷又要对敏月用兵 皇上怎么又要用兵啊 回太皇太后 皇上已经任命大行令王辉 大司徒韩安国 任将军 分率两路大军 进军讨伐敏月 把这份劝诫书 给皇上送去吧 我这次要看看 是皇上做得对 还是淮南王说得对 敏月王已陷入两线作战 四面分兵 后方必然空虚 估计他在梅岭对我军的阻击很难持久 魏将军的看法仅是从军事角度着眼 当前对陛下的关键是时间 梅岭如果不能迅速突破 势必有不利的政治后果 那是什么呀 陈担心 朝廷上下会有人怀疑陛下的决策能力 此战虽不大 却是陛下第一次亲自主兵 陈以为应该对前线的将士施加压力 促其迅速力战 不理他们 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只要认准了的 就不能动摇 陛下胜命 打仗就是打仗 不必给前线将领施加额外的压力 对 胜利会证明一切 军人不必过多思考 他只需执行命令 报大禅瑜 趁汉军目前在东南用兵 火军是否应该出击 看来这个小皇帝的言心的确不小 大禅瑜 对汉朝在南方的动作不可忽视 汉庭现在已平定了冬月 依奴才看他的南征 是为了北伐做准备啊 东欧王已归附汉朝 冬月已平定 南越王兆湖也对汉归附称臣 现在只有敏月王尚未降服 一旦平定之后 汉朝的地狱 在南边就可以直达南海 巴蜀至西南方面 自古以来就有数百遗族部落 最近刘澈派便是唐猛入夜郎 司马向儒前往穷都 游说夜郎王 且蓝王归汉 不费一兵一卒 开边涉郡数百里 这个小皇帝 一旦南方平定之后 我看他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方来 奴才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这个小皇帝 对我匈奴虽然表面上仍维持和亲政策 专利精略于东南 但看来 旗帜不小 奴才建议 我们就先派个使节入汉 催促汉庭 派遣公主来和亲 也好 借此来观察他的下一步动向 也好观察汉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善意 这样大蝉鱼您才能够进退有余 什么和亲不和亲 不如打他一下 住嘴 你懂个屁 你就知道 打打杀杀的 好 韩将军 是否有感觉啊 至今皇上没有发了一道催促我们肃战的诏令 实在是难得呀 臣以为少年壮志的皇上必然求胜心切 这不催比催更压人 皇上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下 整整等待了六年 造就了足够坚韧的性格 他六年都等下去了 还会在乎这么几天吗 那我们应当怎么打呢 我认为啊 皇上举重若轻 我们就得举轻若重 山岳丛林作寨 要稳扎稳打 要沉住气 双方斗的不仅是士兵 也是将帅的意志 潘将军虽然即逝 传王的命令 给我一寸寸往前挡 步步为营 诺 去吧 谁呀 亲王求见 让亲王进来 诺 好 弟弟 你来得正好 寡人听说 国都里那些王八蛋 都在发牢骚骂寡人哪 回带王 那只是少数人 弟弟下令严办 多数人还是太肚明了 他们托弟弟带来一封效忠信 献给带王 好啊 快拿来看 信在这儿 谁也不提动 待王一毙命 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 去 传我第一道招令 敏玥全军从现在起 立刻停止作战 打出白旗 以汉军沟河 敏玥解报 剑园六年 刘彻派遣王辉韩安国 率两路大军平定敏玥的作乱 这是一次战略意义 颇为深远的南征 从此之后 汉之声微文教远波南土 数年之后 刘彻右派大军南下 彻底平定百岳各部 而于其地设置 丹尔 珠崖 南海 苍蝇 九珍 日南 河谱 交植等九郡 至此 今日的梁广海南 及川康云贵等地 都归属于汉朝 但是就在南方捷报频传之际 年迈的太皇太后 斗士却已并重不轻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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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太后 慢点 太皇太后 快叫太医 快叫太医 太皇太后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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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守恶弥王落影 已被诛杀 王辉韩国将军 可以罢兵还朝了 此义 我汉军魏哲 一兵一卒 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 疲惫百姓残杀士兵 春桃 奴才在 你替朕 把淮南王刘安的那封 劝鉴书给朕找出来 奴才遵旨 念 顺着朕的诸皮之书念 埋怨乃画外之民 断法闻身 如有冒犯 天子应宽容处之 更不宜派兵深入讨伐 且月帝张力流行 臣恐兵未血刃 死者已十之二三矣 臣妾已为天下之兵 有争而无战 用兵不可不慎 蛮夷之地 不足为争 否则若出师不利 大汉王天下矣 行了 文章好啊 真是好文章 什么叫出师不利 大汉王天下矣 朕看待淮南王爷 只配谈谈谈谈谈 黄白养生之术 风花雪月之道 严重 臣在 你替朕去探淮南国 把南方战事的所有经过 所有细节 根根稍稍都给朕的这位叔叔 好好地讲一遍 要讲透 不要有遗漏 让他自个儿重新掂量掂量 什么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谈领旨 此意不只是平乱惩判 朕的最终目的 是要一劳永逸地 解灭南方之患 等平定了南方 朕就可以腾出手来 集中力量 对付北方之强大匈奴 朕召集你们来 并不只是要悬要南方大捷 而是要谈我大汉的 整体周边战略 不谋完事者 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国 也真是讽刺啊 皇上竟挑选你去绳持我父王 你说 你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品行吗 所以本人出发前先来看看公主 以表达我的歉意 你这回可真是更神气了 我想问问公主 你这回可真是更神气了 国舅填坟对此有何高论呢 怎么 莫非你因为害怕才到我这儿来的 一边代表皇上身至淮南王 一边又和淮南王的女儿睡觉 一边还担心国舅在皇上那儿 对你做小动作是吗 五安侯是做过太尉的人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风吃醋 你说他有脸告诉皇上吗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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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主没有其他的事情 那小的就告辞了 等等 你就这么走了 哦 琉璃公主 明日一早 下官就要出发了 你觉得 你已经洗刷清白了 闫大人 我不在意 你又何必在意 咱俩的事 只要你我不说 又有谁会说出去呢 不要 你看 你看 这个 嗯 那个 嗯 这 空 有 可以 谢谢 上 来 爸 是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朝廷已腐朽之急 您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戳穿啊 朝廷专使严助大人到 回避 淮南王留安恭迎皇上使节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淮南王有礼过分 过分了 臣不过是来为淮南王宣讲南方战事的经过啊 请 好 大安请 汉使似乎很和蔼可亲呢 差点都成了咱家姑爷了 他能不和爱可亲吗 请 好 但请 啊 南方的战事不过如此 臣明白皇上的意思 无非是针对阁下修战尚书中的一些谬误 啊 臣已知罪 臣对皇上的战略乱加评论 真是愚蠢之急啊 看来淮南王对皇上还是缺乏了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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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貌美地问一句 太皇太后的身体 太皇太后的身体 近来不知安好啊 真好啊 本使节没有通报此相的任务 可是御史是从京城来的呀 听说太皇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了 不可奉告 于是无需隐瞒 小女来信中曾特别称赞你 还叮嘱寡人好好款待 可见御史大人与小女是有交情的 我可没拿你当外人哪 好 好 御史大人才华过人 但是良秦择目而息 忠臣择主而逝 使臣何妨考虑一下 寡人此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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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fid 他身边的八百骑兵 早已成为皇上的士官学校 与您的所有骑郎 几乎都能随时随地去指挥一支强大的军队 御使大人此时此刻 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大人真的不明白 那么本使节就跟大人说明白了吧 当今汉世天下 南北边境均不安宁 尤其是长达万里的北方边境 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大的匈奴侵犯 汉朝必须保持国家统一才能够强大 要保证统一必须要尊王 尊王必须要让疑 很难想象 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的人 能够当得起大汉的天子 非常之士须待非常之人 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 既有军事天赋 又有超人意志的人才 才能承担得起天下的兴王啊 看不到这一点 却忘作非分之想者 实属于赐不量力 淮南太守探问 汉使是否说完话了 太守要在关衙门设宴招待汉使 怎么 该说的都说完了 告诉太守我这就过去 汉使大人 寡人已在宫中备下盛宴 何必匆忙 淮南王的盛情本使节已经领略 本使节有句忠言 如果大人能够听得进去本使节的忠告 那比吃什么美味佳肴 都更使臣感到欣慰 其实呢 淮南王的处境 世人皆动若观火 更何况圣明的皇上呢 人才呀 越地张力顺行 对大农陵得好好捏捏 这身子轻松了 心情也都顺了 可不 南越征战 我一上马几天都下不来 我这把老骨头快散架子了 哎 韩兄还记得吗 咱们俩 好好好 咱们俩头一次见面也在这个球场上 哎 你说有缘吧 这是咱们俩的缘分啊 安国兄啊 你看 朝廷下一步的走势会员了 你指的是皇位呀 还是您的相位呀 我指的是国运 若指国运 我也看不清楚啊 有汉以来 一向是萧归曹随 举世无所变更 那就可以做预测 而如今的皇上 很显然又要更化改制 变局即将叠出 前景实难预测呀 是啊 连韩兄如此锐智之人都难以看清时局 那别人就更没谱了 唯有你武安侯说这些话不合适啊 为什么 有汉以来 皇帝传承制度中始终存在两系权威 一系为父权 一系为母权 太皇太后 之所以能够把皇上封闭六年之久 正反映了母权的鼎盛 对不讲 假如太皇太后明天就驾崩 则母系权威就像水田里拔藕 藕出水满 也不会只留下一个空窝窝 那么 试问谁来替代太皇太后呢 当然是武安侯的姐姐 如今的皇太后了 武安侯 若是对自己的前程也忧心忡忡 那不就是自己怀疑自己了吗 你和皇上半来就坐在同一条船上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你怎么能够置身局外 像平常人一样指手画脚 品头论足呢 主要是肯定的 盐子 第二代 这期是总统的 三个 四个 三个 三个 岸 他 二个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